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特别黑的我跟大家见面了 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呼吸过 这么自由 这么放荡的空气了 每天在医院里边陪着我妈 你都不知道什么有天明 什么有天黑 你就拿我来说 他有时候晚上会醒四五次 四五次导致我每天就是属于那种 头昏昏沉沉的 一天两天时间久了 真的会特别累 然后今天下午我就一点睡的 没有想到醒了就 就现在了就是刚好四点半 然后四点半洗手完之后我就下来来这转一转 这种空气真的好新鲜 就是现在住的房间里边 你就觉得好像被囚禁了很多年 有一种张雪梁那种感觉 突然出来之后你就不知道 到底去哪走一走 现在跟我妈买了两个他那个PSC装的那个套 就是把这个装上去之后 他那个东西就不容易掉下来 然后现在一边走 一边跟你聊聊天 刚好放松心情 就像这样的天气真的让我太开心了 然后正好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一个 昨天让我特别特别担心 特别生气的事情 昨天我跟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姐姐打电话 然后那会我我妈什么吃药什么全部都弄完了 没一会我就在他房间的隔壁在大厅外边 突然我们隔壁那个阿姨说 你妈好像叫你了有急事 我赶紧过去了我妈突然流鼻血了 我说你怎么搞的 原来他这堵塞了 他就用手一直扣一直扣一直 就扣流血了 我那个现在真的很生气 因为他雪小板超级超级低 然后再加上手上细菌超级多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 我说你不要这样搞不要这样搞 我见到他面我说你 你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这样搞 他说我觉得鼻子特别塞得慌 我说你塞得慌 你跟我说 或者说他会有专门那种签子 可以慢慢给你夹 我说你这样搞的话 你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就血流不止 血流不止 然后我叫了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说让你妈先躺一会 然后我慢慢的拿那个棉签 塞到他鼻子里边 这才好了很多 我当时真的吓死了 你知道吗 真的吓死了 之后半夜的时候 他想把那个棉签吹出 就拿出来再看一看 我说你不要再搞了 我说他现在不流了 你就不流了 你能感觉到的 因为如果还流的话 你的嗓子这边 因为鼻子跟嘴是互通的嘛 我说你感你会感觉 有腥味甚至有水往里边走 我说现在没有你不要再搞了 我那瞬间真的很生气和生气 你懂吗 因为许小板低的时候真的很危险的 这就是我昨天 比较生气生气的事 但今天幸亏没有事了 他状态好像很多了 就是许小板低的时候 尽量不要摔到磕到碰到这种 看到了 讲一个不怕丢人的事情啊 为什么台湾的很多医院 大家都喜欢用邮箱 而且邮箱恢复的你超级快 其实在中国大陆这边 大家用邮箱的习惯很少 除非是企业了 公司之间了 有什么重要的文件了 会用邮箱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大家会用微信QQ 现在用微信 就是发东西比较多 但是台湾我发现 就是不管长庚医院了 荣总了 还有台大医院了 基本上你用邮箱恢复比较多 而且重点来了 台湾医院真的是回复你 太快太快了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申请台大 最近又申请了几个别的医院吗 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申请 什么时候问 他几乎啊 几乎我觉得 只要你跟他留言 能立马回复你 这一点我觉得很神奇 我以为这些台湾的医院会很忙 然后大家都很忙碌 然后尤其是一旦你跟他留言之后 有可能隔一两天才能回复你 但是甚至即假日 他们都回复你超级快 我这一瞬间我真的很傻眼 为什么 大家真的都那么24小时在线吗 甚至有几次打电话 我真的很少听到说在在线中 基本上有什么问题 他能特别特别的耐心的回复你 真的让我觉得太诧异了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如果真有一天我去台湾的话 我会有一种懒惰的 我觉得医院可以24小时帮我这种忙 虽然我觉得说这种话不太好 不太不太友善 真的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就是好像在告诉你台湾的医院 好像在告诉你说 只要你需要帮助我们24小时就在 我们24小时都在 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太舒服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角度显得我的人表白很多 因为这一天我妈一直从三公里 叫做白了 眼黑了就会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显得我的脸才会白一些 我这走的正太好了 其实从很多方面可以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热情 这一天有很多朋友说你怎么每天还这么乐观 你说陪你母亲这么累 而且你最近的作品播放量比较低 看的人比较少很多 你不担心吗 其实这个我真的不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前一天跟大家说了 我的护照已经换了 马来西亚的已经完成了 还差最后一步 然后香港的也即将要完成了 我现在就是台湾这了 我本来想是这几天要完成台湾的事情 但是现在出现了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接下来马上就要到清明了 我以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一样 只有一天假 没有想到是廉价 廉价代表什么意思 有可能七天六天 那这六天我什么东西都完成不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最最大惊 要是最最头疼 当我今天知道这个相机之后 晴天霹雳 就是你原本十天二十天能完成 现在需要一个月 而且最近去台湾旅游的 各个国家的人超级多 我觉得我身体肯定遥遥无趣了 虽然每天讨论的都是 跟台湾有关的话题 跟音乐有关的话题 我觉得现在很选很选了 如果今天能刷到我的台湾网友 你们能不能帮我问一下 如果最近申请的话 人家属这会不会给我通过 我太需要这批帮助了 太难了 太难了 我这个为什么着急呢 因为马来西亚香港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我就等台湾 如果过了之后 我对比一下这三个医院 哪个相对来说 对我母亲治疗病情上会更好一些 那我就选择去哪个 现在我母亲打的药物 只能是遏制她身上的变异病毒 我跟叔一些红细胞 还有一些许小板等等这些吧 别的还没打过的 所以我就有一点点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毕竟时间不等人嘛 所以接下来求助一下台湾朋友 如果说你们知道 即假日清明这个即假日 移民署几天 几天能完成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就知道怎么去医院 再搞定这些事情了 赶紧去长庚医院了 荣总医院了 太大医院了先赶紧把这个睡眠表完成下来 先完成第一步后续就好很多了 所以感谢大家了 希望大家帮帮我 对了 这一天在医院上看到了一些新闻 我觉得很搞笑的 给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网红 故意在网络上说说 泰国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国家 然后呼吁大家不要钱嘛 甚至说他们去那遭遭了人身危险 先说第一个网红 那个人忘记叫什么了 就是他在泰国买光 有警察接他 他没想把这个视频里曝光了 他在网络上 他是个大网红嘛 然后没有想到 他连夜就从泰国就跑到了中国大陆了 然后当时 当时两派就是有点吵架嘛 一派就说 你是破坏人家的规则 另一派就说 我是打击那个黑势力 然后支持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 我去年7月份去泰国旅游的时候 有一些 中国大陆的网红在泰国 就是居住了很久了 他们就说 千万不要来泰国 这个时候泰国怎么样 当时有很多泰国本地人的网红 就群体反共 反正就是很讨厌他们这种行为 然后最近我看到这些新闻呢 风向更颠了 就是这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网红 为了一些流量 然后故意把人家泰国抹黑成一个特别危险的国家 甚至人家本国总理一次一次呼吁 我说实话 比如说去年去泰国去过两三次 我觉得在东南亚 至少有这么一个国家 对你中国大陆人已经很有伤了 甚至你们一些大陆人在那做了很多违法事 你比如说有些人跑到柬埔寨去搞那些 大家懂得那些灰色产业 后来被打击之后跑到泰国 你跑泰国你就低调一下 拿人家假的留学钱 然后买各种好车好房 甚至在人家那进行黄毒毒吸毒这些 你觉得这些国家能允许你吗 然后最终出来结果就说 他们其实中国人 他们其实大陆人 他们就是看不起我们 然后现在风向更变了 就说这个国家很危险 最早一段时间大家就说 祖国强大了 祖国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论调就是说 这个国家不能去 那个国家很危险 其实说实话 泰国已经对于中国已经很有伤了 你想最早那段时间 你连越南都去不了 对吧 菲律宾你还得面签 然后等等一系列国家 你是很难去的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国家 对你来说很有伤 有可能你需要交落地钱 你觉得不公平 但有些国家 你交钱人家都怕你去 已经对你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样的感觉真的似曾相识 就像有一年 他们把香港形容得特别乱 然后把台湾形容特别乱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哎 香港台湾我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有点害怕 去那万一被驱使被打怎么办 其实真的是自虚无忧的 我又觉得有些人 为了一些东西真的是 哎 怎么说呢 也不怪人家 全世界有些人有些地方 不善待你 真的 现在是五点三十三 给我妈买了个玉米去 不知道还能不能吃 干嘛呢美女 我摘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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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吃 我摘不上了 这个这么不能吃 这一定要不得 那个捏玉米不是那个贴 水果玉米 给 可以 看我们要吃的 好吃吗 嗯 马定 一 哈哈哈哈 你看 你求吃吧 还赖滑汁 哈哈哈哈